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想回答一些初学者他们想知道的 你如果要画画 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你需要一些笔 这些笔 类似像这样 可能需要一个 这种三角形的画刀 一定要三角形的 一只长的画刀 至于笔 其实 在记事本里面有 三星笔是我最常用的 然后硬毛笔 软毛笔 这个大概不是很重要 另外可能就是 0号跟1号的笔 大概这几只就够了 需要一个 这个叫做 油壶 那用来清洁 还有呢 它也可以用来稀释你的原料 所以你不用肥皂 那它会有个盖子 所以需要一个画架 需要画布 那画布呢有很多种形式 有一种是用贴的 你画完以后就贴起来 那这样很方便 你用个胶带贴起来 四边的胶带 这种在很多卖场都买得到 那这个采访 这个供应商 在记事本里面也有 你们都会问得到 一卷布大概多少张多少钱 基本上一张大概二十几块钱而已 所以你练习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你练习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基本上有时候比稀采纸都还便宜 还有你要画什么照片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镜子 你可以用人像 你可以用我们提供的 那你拍他的时候 你要注明这是谁的 Credit to誰 谁拍的 但是如果在作画过程中都没有拍到 我有很多都截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里面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上半段 最主要就是一个 我省的还要写Credit 谁还要去查 那我只拍我们做作画的过程 好 回到这个上半段 那我们主题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我查完以后才发现 这两张图是同一个人 那其实都有各有千秋 那我们来讲 如果以这两张来看 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分析 初学者可能还没有办法这样子 但是你像进阶班 他们应该都可以做一些 这种简单的分析 因为可以让你自己进步 我们画画如果是照着操 下次还是抄不硬的东西 抄来抄去结果呢 还是一样不知道下一张怎么办 可是如果你经过分析了 你就晓得说 我刚才分析了哪边分析 对还是哪边分析不对 因为你的结果呢 会呈现在你的画部上 来 这个两个都是很暗的 那中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亮面 在这上面 就好比像这样的一个亮面 那我们也可以找像那样 这个 这也是有一个亮面 那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好处呢 你就会看到光影 约略的一个交界的 这种明度上的差异 那因为明度上的差异 就导引出一个光线的一个方向性 那一旦有了光线 那一旦有了光线 我们就可以埋藏很多色彩 这种色彩我们都埋进去 绿色啊红色啊 你看这种 几乎在你平常在脸上 你都看不到颜色 我们现在都可以放进去 而且是合理的 因为从大自然上观察出来的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开始 我开了音乐啊 所以我懒得在观观开开的 那就忍受一下这种背景音乐 我们看到这个色彩呢 最主要要跟我们讲说 黑人的色彩呢 在调色上呢 除了Yelroke加Calibrate以外呢 我们都会多两个颜色 多两个颜色 一个是Terra Seried 我放在这里 所以你看它两个颜色调出来以后 会有点偏黑黑的 黑黑灰灰的 那即便加的白 都是黑黑灰灰的 另外一个颜色是我们用的 acridom的Rose 它是一个玫瑰红 也是一个我们三个红色里面的 属于冷色的红 那怎么样知道是冷色 改天我有机会 好现在先说好 你把白色加上红以后呢 你再另外再加一个白色 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我再加一个暖色的Alyserine 那你就可以比较出来 哪一个比较暖 比较 哪一个比较冷 这两个 这个是Alyserine 这是Rose的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同样加了白色以后 这个是不是比它温暖 你可以看到Rose它有 含有一点点蓝 这样子可能不公平 然后再弄一次 这个是Rose的 好 好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好 现在浓度高了一点 好 把它稀释到 那两个基本上你要一样的 好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有点这样 有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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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蓝 所以它会冷一点 所以就为什么 这个是比较冷 而这个是比较暖 好 如果留会了冷跟暖 那你就知道 弄它就会浮在 比较 在受光的部分 好 那暖呢 它就会在凹陷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 我们这样凹陷 这种凹陷 这种凹陷 这种凹陷的部分 我们用的是Alyserine 好 那会的调色 会的色彩 要好好利用这个明度五的调色板 去控制让这两个明度呢 非常接近 这样就会产生皮肤透光的感觉 我们皮肤能够Q弹 看出来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透光 那个像这种青少年粉嫩的皮肤 那我们就需要用这种明度来控制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产生非常棒的肤色 好 我们待会再聊 我们就感觉到 凹陷的肤色 谢谢大家 看这样滴下来 留下来 有没有很紧张 我就觉得很舒服 你可以看到这种自然流动的色彩啊 也许你们开始做画一定不习惯 因为你要放西式剂的量 第一个要了解多少它会留成这样 或者它不会留成这样 你想想看如果我是在这块 这是一个Avery Black 纯黑的 如果这样留下来 当然刚才也有留下来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怎么样去把它救回来 或者是把它调整回来 那这个久了 你当然会了解 我这次再来下一次 再下一次 那画画的练习的目的 它其实就是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你可以眉着眼睛看 对比已经被我们做出来了 所谓对比就是黑跟白之间 然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有橘色 对不对 也有黑色 也有白色 那我们就开始思考 那我再放一点蓝色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暗面 做出衣领的感觉 它穿了衣服 好我们来继续拍点说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我常提到就是第二阶段的定位像那种眼神啊眼白啊鼻孔啊或者是whatever啊你们看到的是名词我看到的是叫edge色彩色快那这种训练就是需要你画久了你才能够假如你看到是眼睛那眼睛画完就停了但是如果你是看到edge你的edge的强弱你就会去 比如说我们用画刀画到这两个edge然后我们这边就需要弱一点的edge然后越来越远所以它这边就是一种块状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去动它那这个鼻子的色块呢它就会凸起来所以我们就知道edge的过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用个高彩度的色彩 才能够让鼻子呢稍微显现凸出来而且呢它呢因为它鼻是一个球我们需要坚硬的感觉啊因为它是一个球状体 所以我们用小画刀在上面磨磨出来的这个化颜料呢它会挤到画布的孔这种画布呢是有孔的所以你先挤进去一层什么黄色啊OK或者yellow occur或者是cadium yellow dip待会儿你再放上去的一点一点的cadium rate那那个鼻子就透光了因为它两种颜色一个在底层那一个在表层它并没有混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画布跟随彩纸不一样的随彩纸是平的啊画布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孔一个孔啊就是让你表现光线啊好我们继续来一点硕士 啊我们常常会迷失在什么迷失在这种细节里面哦那什么叫迷失就是谢谢 不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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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一直在上面 攪和 可是我們所知道的 所謂像不像都是在跟 圖片比較 那如果你把圖片拿掉 再從攝影的這種角度 或者是我們 我們現在拍的照片來看 其實他已經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 覺得差不多 你就需要把這一個 畫到哪種 你去改良或者改進 別的色塊或者 別的部分讓他更 接近我們想要表達 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夠 跳脫那一塊 不然的話會一直在 停留在五官上面 我們繼續拍說實 那我們會有 有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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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有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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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 完成的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說這個 蠻有味道的 他就是取材於這樣的一個題材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去 那這個階段我們放進去 除了色彩以外 我們也可以發現 這個人本身呢 比照片的色彩豐富了許多 然後我們把它的笑容 局部的放上去 有灰跟彩之間 讓這個色彩呢 能夠跳得更出來 再來呢 下個階段 我們會把幾個重要的 像耳環啊 衣靈啊 這個部分呢 交代完成 然後把它的頭髮做好完 好 我們來繼續拍說實 好